飞京总参谋长扬言要向中国对等还击 这就叫我们来说这个话题 7月4号菲律宾军队的总参谋长布劳娜扬言 如果在南海发生下一次冲突 菲律宾军队将动用同等程度的武力 他还要求中方立刻归还被缴获的枪支 赔偿100万美元的小艇损坏费 这真是奈哈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所谓对等还击 我们当笑话听就可以了 无论从部队的规模 军神士气 军事素养战略战术 还是武器帮备 菲律宾与中国都谈不上对等两个字 617事件证明 即使飞方具备数量优势 一旦真的爆发冲突 他们也不是中方的对手 在6月17号的当天 菲律宾出动的是金锐的海军特整兵 而同他们较量的是中国的海警 然而结果是什么 菲律宾特整部队连枪都不敢拿出来 中国海警用棍子和斧子就让他们老实 所以和中国谈对等这两字 不是菲律宾可以追求的目标 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次边境军事斗争中 并不是没有人试过想通中国搞对等的 上世纪80年代 中人民解放军在西南边陲发动两山轮战的初期 对方的气焰还是很嚣张的 因为有苏联作为后盾 在1982年到1984年这个时间段里面 对方一直想和解放军打成对攻战 但是几年时间过去 解放军是越打越强 对边境的控制是越来越牢固 而对方却是越打越弱 不但如此 连背后的苏联都垮台了 今天的菲律宾比当年的越南 差了不知道几个数量级 那菲律宾军方领导人是真想搞对等还击 还是嘴硬 投个面子 恐怕还是给自己人壮胆的可能居多 617事件现场仅仅是发生了小艇的冲创 菲律宾也没有试图用冷兵器和中方格斗 这说明在南沙主权斗争中 是中方而不是菲律宾在控制着节奏与力度 中方只要列为使用一点点强制力 非方就要溃败 菲律宾完全没有对等升级的潜力 这个事实通过双方公布的现场的视频 音频证明之后 可以想见菲律宾的民众 菲律宾的军队是何等的沮丧 所以作为军队的总参谋长 总是要站出来说几句打气的话 免得人心散了 队伍也没法带来 但是中方却不能对非军方的叫嚣 掉以轻心 我们对布劳拉的对等还击的言论 必须引起重视 因为菲律宾已经出动了军方力量 参与到南海冲突中 而且动用的是海军特种作战力量 现场还携带了枪支弹药 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讨的新情况 同时美军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实质性的介入 但始终在后面虎视眈眈 所以我们必须从自己恶劣的情况着手 做自己周全的准备 所以我建议 我们一时要加强情报侦查和苏机 提前掌握情况 提前做好准备 争取对方的船只还没有出港 我们就能够掌握对方的行动的目的 运用的力量 携带装备等等 预判冲突可能的猎度 二是多岸准备 对方用冷兵器 我们怎么对付 对方用热兵器 我们怎么处置 对方人多船多 我们怎么行动 多岸在手 处置就会很从容 三是密切协同 我们的渔民海警海军 多种力量配合 海上空中陆地相互支持 前方家里密切联系 实现一体联动战力倍增 主动出击掌控全局 第四是要打好认知战 我们要主动发布现场对峙的信息 公开现场冲突的情景 用对方主动挑衅的言行 来夺取全球舆论阵地 用他们现场的惨败的画面 打击对方的民心士气 我是要打好保障 充分发挥我美济岛 珠碧岛和永暑岛三个南沙 大型保障基地的作用 储备充足的参战兵力 装备和生活保障物资 对我方参战的官兵渔民 我认为要建立奖励 辅气细则 要让战斗在维权一线的勇士们 心里有坚实的依靠 坚实就摆在这里 在南海斗争现场 我越是赢得干脆彻底 在谈判桌上 对方就会越是老实服帖 中国南海维权的形势 已经进到了新的阶段 我们在策略上 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可否考虑 从过去的强调的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向主权在我共同开发转变 同意主权在我的 我可以考虑我们共同开发 不同意的一粒滚蛋 一粒趋轴 在南海 中国应该向不服者立威了 三粒股 三粒股 五粒股 一粒股 24根一粒股 薄的肌肉 有胖肉